有这么一个人,毛主席说他,杀敌无罪,抗日有功,小节欠节点,大事不糊涂,美国人说他,似乎同所有的政治家为敌,似乎要面对全世界,而唯独显示他个人的力量, 军统说他,诗人都怕魔鬼,但魔鬼也怕这个人,但立层是他的学生,黄金荣,杜月奎等大佬,也要让他三分,蒋进时,汪精卫,宋子文这些人他都敢杀,而且是差一点就成功了,周星石电影里面的斧头帮原刑就是他,那么他究竟是谁呢? 他就是民国第一杀手王亚乔,也许你们以为王亚乔是个杀人狂魔,但其实真实的王亚乔,却是身材瘦弱,戴一架黑矿水晶眼镜,甚至像有几分斯文器的轻衣秀彩。 蒲头帮的由来,1921年,王亚乔从于成阁手中,接管安徽旅户同乡会,号召晚级工人入会,一时间入会者络绎不绝,劳工总会人数达到十万之众,依次,一名晚级工人,遭到大资本家恶意拖欠工资,工人前往索要,反遭毒打。 王亚乔的致死事后,怒不可遏,当即前往铁江铺,打造了一百把斧头,率领一百名大汉手提百把力斧,冲击资本家的大院中讨要说法,吓得资本家连连道歉,当即赔付工人工资,致死,铺头帮在上海声明确起,连青帮大亨黄金融,杜月生也要拒让三分。 412后,王亚乔与蒋介石就此交悟,王亚乔先是暗杀了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,接着又准备了三路军返奖,可惜军未成事,连杜月生也怕他一次。 李国杰得得招商局大权,就把江安浩轮船交与了王亚乔,江安浩轮船当时的经理叫张延龄,是张孝林的本家职子,也是杜月生的门徒。 张延龄自是后台强硬,句不交传,双方相持不下,王亚乔于是派人成夜将张孝林住宅的后院墙炸了个大洞,一时警告,王亚乔认为,杜月生,张孝林虽是力雄厚,但妻妾成群,家财万贯,段无同仁以命向拼的勇气,事情尽展过如王亚乔缩掉王亚乔,再派网数百人,手持力补,上传逼张延龄交传。 张延龄逃进杜月生府求助,杜月生害怕招惹王亚乔,主动向王亚乔盗窃赴罪,并立即交出了江安浩轮船。 王亚乔收回江安浩轮船后,进一步向杜月生提出平分上海江海伦买办职位的要求,并向杜月生索要十万大洋。 名为索要,实则就是敲诈,杜月生虽痛心至极,但因固权大局,最后还是给了王亚乔十万大洋,并让出了部分买办职位。 1933年王亚乔因组织铁血除奸团,谋刺蒋介石,宋子文案发,暂避香港,因为杜月魁的门人行为不轨。 再加上写了一封信后,杜月魁也没有理他,王一气直下又写了一封,杀杜月生之意留意于自立行间,你放任门人草间人命,毫无人道,无当小事牛刀,以为惩戒,杜月生接喊后马上慌了手脚。 多方托人斡旋,疏通,王亚乔因闭居香港,行动不便,又碍于说情者的面子,这才停止追究,王亚乔派过手下卢山赐蒋北战赐送,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,可是却让蒋爆跳如雷。 1933年秋,江介石悬赏百万大洋,换王亚乔人头,当时蒋介石对红军高级将领的悬赏金额,也不过十万大洋,而对王亚乔的悬赏金额,竟高达百万大洋,由此可见。 蒋介石对王亚乔的重视程度,警告张学良,918事变后,张学良去上海休养,杜月生说在上海无论遇到什么麻烦,打电话给他,他都能摆平,不过,王亚乔马上就在其门前放了一枚拆取引信的炸弹,让杜月生转告张学良,要么,回北方去和日本人决议死战,如果不战,请返回东北,自杀以泄国人, 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,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,购买军火,接济关外的义勇军,依上三条物比择一而行,否则,我就代表人民予以制裁,张学良深感恐惧,即